外资今天大买了300多亿 在观察今天外资买什么 以及为什么买之前 先来看到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吗 这是国发会 今天最新公布11月的景气灯号 没有想到又翻为黄蓝灯 重点是这一次的分数 从上一次的16分 大增了4分来到了20分 推升分数增加这么多的 两个非常重要的细项 第一个是海关出口值 从本来代表低迷的蓝灯 现在一口气跳过了黄蓝灯 变成稳定的绿灯 第二个是代表批发跟零售 还有餐饮的灯号 11月份还是低迷的蓝灯 一样跳过了黄蓝灯 直接来到了稳定的绿灯 薛峰老师我们请您上台来 这件事情怎么解读一击 它会怎么样带动股市 这个部分就告诉大家说 我们的政府一定要关心股市 股市好大家才有消费力 你知道外国现在是什么 耶旦节到新历年 你看我们的出口值 有没有变得很好 也就是说他们有所谓的 我们就要做股市的钱 叫做资本财 资本财就意外的 就是说我自己本身的薪水之外 我多赚的 那我如果快股市多赚一点 像美国股市这么的好 多买点东西 对啊 当然感恩节 圣诞礼物准备好一点 圣诞礼物准备好一点 心力年就会多买 所以我们的出口值就好了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大家有没有发觉到 批发零售餐饮业的营业额 棒 它也跳上去 这就是台币升值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台币升值 我们的餐饮业啦 或是这些批发业 零售业 请问它到国外买东西进来 成本有没有下降 是 那它卖的价格 我们说 价格叫做僵固化 我们的术语叫做僵固性 它是不会变的 也就是说我之前的成本是100块 我现在的成本是90块 然后我以前的价格是120块 我会不会因为从100块 变成90块的成本 我卖110 不会 我还是卖120 那请问那是不是多赚 那餐饮业也是这样同样的道理 而且耶旦节从12月份到2月份 应该都是餐饮业的旺季 所以台币升值的概念个股 在第二项它就显现出来 所以股市好多买一点东西 然后现在股市好吃好一点点 现在再回到股市 如果这个事况好的话 怎么样影响股市 也就是说在这种过程中 如果景气越来越好 那我们的第五波的延伸坡 就可以无限延伸了 对不对 可是你要回归正规均 你都不能够无机之谈 无机之谈可以到3月4月 就是股东常会前两个月 你要强补 你要嘎人家空OK 可是到后面里面 你能不能够持续的延伸 因为台湾的一个第五波的延伸坡 最久 祝华你知道多久吗 多长 一年多快两年 所以你要持续的延伸 你的基本面就要推动 那至少它现在还不是红灯 那至少AI还在初期 所以而且很多的产业 像刚刚祝华说 今年创新高的股票 我告诉你一堆还没创新高 那这样的话就有机会 慢慢去做延伸 来看到今天台湾股市再度持续的创高 外资今天买了三百多亿 买什么呢 买超第一名 果然就是上一摞节目 上一摞我们录节目的时候 外资的买卖超还没有出来 连电大厂当时 书方老师就说 可能是外资买的 果不其然 买超第一名 不止外资买 投信也买 所以今天买成这样子 我问 外资投信都买 我们现在能不能跟着买 也就是说这档个股 其实投信之前买都买不动 那今天一定要外资大买九万张 才买得动 真的你看这是投信 投信从十一月中旬买到现在 这股价如如不动 外资进来 一路买一路跌 外资是不是 外资卖他就跌 外资买他就涨 所以这支看外资 那为什么今天外资会大买 他就认错了 因为之前借捐放空比较多的是在哪里 大家知道吗 连电 连电还有群创友达 还有一些高股息的ETF 你看今天都有买 基本上而言 他过之前的高点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50.6以上 我就会建议你不要过度追高 因为事实上 他过去的股性 还没这么的强 那第二件事情 不然你是看好成熟制成吗 没有啊 对那既然没有看好成熟制成 而且成熟制成 明年还会受到中国 非常庞大的压力 所以IC设计为什么会好 因为成熟制成的一个 晶片晶元的价格会下降 成本就见低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的个股上面 除非你是要配股配息 我没有话讲 因为连电很稳定 那你可以买 那如果说你是要它爆充型的部分 那我觉得呢 可能就这几天而已 那你就去自己去掌握它的价潮 OK好 还有一档是土洋投买的 今天为二 在前几名当中 为二土洋投买叫做华邦店 外资买了两万九千多张 我们来看到华邦店的K 在今天还没有太明显的突破 这几天的涨都流上引线 投信买三天 外资今天大买 看不看好华邦店的续航力 其实我个人觉得 投资朋友都很奇怪 涨就会很想买 跌 那时候就跟大家讲说 现金增值是22 24你为什么不买 我记得印象很深 现在到了这里来 他距离现金增值的22 其实差价蛮多的 那我们来看长一点点 那大家现在的问题说 到底可不可以买 那你就要看空间 他30.25 他基本上 他是有压力的 那我们现在看量 麻烦掉量给我来看 那我不确定 因为他今天量不够 他量没有价的先行指标 那我个人倒觉得说 这档个股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这档个股拉回 其实记忆体 记忆体基本上而已 应该明年上半年都还OK 只是你要心里面把握 今年不赚钱 那明年会成长 那明年大概 法人股一块多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 那我觉得就OK 从第一买 就相形下缘买会比较好 好 这是外资在今天 除了买钞之外 投信也买 土洋法人同买的 能不能跟熟方老师的观点 提供给您做参考了 进入这个大主题非常有趣 我们来谈谈 上个礼拜钢铁业甚至全世界的产业当中 发生了一件大事 美国 日本钢铁以溢价40%的幅度 去并购了美国的钢铁 这美国钢铁被并购之后 消息一出隔天就大涨了 今天我们要把这个故事延伸 企业并购 赢取当然喜事临门 但对于股价 对于小股东 到底是苦了小股东 还是乐了小股东 说到了并购 一定要谈谈国际的佳话 谈谈国际的故事 对其实在最近里面来讲话 大家想想看 你多久没有讲神盾集团 N久了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会讲到恒盛集团 因为阿安国去并了新核半导体 我们讲错 那我讲说他就说我要做IP 就涨上来了 所以并购有时候可以并购出新的花来 那到底是苦了一个股东 还是乐了一个股东 就看你的股价 那陈泰明董事长 他一向就是什么 毁誉参办的一个人 有人包他有人扁他 但是喜欢并购的人 像譬如说中美金的董事长 他就竖大拇指给他 那在今年刚刚才颁叫金星奖 那什么叫金星奖 就是台湾并购与私募股权协会 表彰台湾企业在并购上面的努力跟成就 他得到最高的卓越奖 那个奖项上面是由他得到 而且在最近才颁发 那国具大家如果知道他的故事之后 连我以前其实对他也是毁誉参办 连我都不得不佩服他 为什么说不得不佩服他 你来看他这个人 怎么当大人 你就知道为什么不能够不佩服他 第一个他讲出这句话就觉得 这个人的确 英雄不怕出生地 他是个英雄 为什么 他说我就是要靠并购 我不并购 我就没有办法突破与高阶对手的竞争 大家知道他的高阶对手是谁吗 日本的春田嘛 你拼了过他吗 拼不过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说 如果你在股市够久的话 你就应该知道国具 以前的股价长期是在10块以下 然后他涨到20块 大家就说大象还会跳舞 20块就说大象会跳舞 因为他从来没那个价格 你就知道他讲出这句话 就告诉你说原来他是有规划蓝图的 他说如果我不并购 我拼什么 我跟春田没东西拼嘛 我才够跟高阶对手的竞争 我只能贪战那 他真的以前股价 你不相信你去看 一滩死水 那我认为我现在虽然并购那么多 我得到了这个最佳的卓越成就那个奖 我还是认为我的蓝图只有完成60% 这是他最新讲的 现在蓝图只有60% 就是这几天讲的 只有完成60% 那他到底要完成什么样的蓝图 以我看他的并购的方式 他有横的 有重的 也就是他未来里面要一条龙 来我们看他过去怎么做 我们先来看看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 英雄不怕出生地 你不得不佩服他 国具本身并不是他的 一开始的是 1977年国具呢 他是成立在永和的巷弄之中 他哥哥的 他哥哥叫什么名字呢 就是陈泰明的哥哥叫陈慕源 当时候的一个30岁不到的一个陈泰明董事长 他自己本身的公司叫台湾主抗公司 也是也是店主方面的 可是他是叫台湾主抗公司 所以国具是他在四年之后 也就1985年 四年就1989年 他去并购他哥哥的陈慕源这家公司 那这一家公司呢 国具呢 他在当时候的永和巷弄之中 没人要去做应征啊 应征不到的 因为他说你这些 而且薪水又待遇又不是很高 那个聘不到人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他去并购了国具的时候呢 你知道吗 到2008年 2008年大家记得是什么事情吗 金融风暴 对 对不对 金融风暴 雷曼金融风暴的时候 你知道国具多少钱 多少钱 三户 哇 鸡蛋水胶股 而且他为什么要说出那句话 他当时候就说 我如果不并购 你们这些股东 你们永远EPS不到一块钱 你觉得国具有什么希望 我就摊在那里嘛 一摊死水而已嘛 所以他的EPS都不到一块钱 我记得他那时候 NCIT出去好几次 在这种过程中 然后他就连续性的 开始做并购 到2013年 他的动作 为什么说他这个动作 为什么很多的股东 一开始骂死他了 他从2013年就开始减资 那个减资你知道 你本来一张 对 减一次 少了一点 再减一次少了一点 你知道他五年之中 他减了四次 你原来一张一千 一千股变成几股 怎么动得掉 两百 存了两百股 减资八成 这股东会不会骂惨呢 可是你回头去想想看 不要算一千块钱的国具 你现在算六百块钱的国具 你本来是一张 如果他只有十块钱 有用吗 那可是你现在如果是两百股 是乘以他的六百块 是一百二十块 其实还是比你的来得好 那所以在这种过程 你要先知道他为什么 在这种过程之中 他能够红起来 他其实以前大家看到他 根本不理他 国具股价烂透了 是一直到2016年 他才开始出现了转机 也就是说当时候的松田 我说日本的松田 是不是最厉害的 被动原件公司 他就说我要转入车用 你们这种标准型的太low了 我们日本要走中高阶的春田 所以我们不做 他不做之后 他就开始退出标准型 就称之为中低阶的被动原件 但是呢国具反而 因为他不做嘛 那所以就要开始转单 对不对 我做 就像我们之前的面板一样 你们不做 我做 他就说你们不做 你要减产是吧 我国具通通来做 就没有想到呢 2016年之后 后来到了2017年 大家还记得吗 国具开始啪这样喷上去 也就是说他开始呢 因为春田不做了 供给面是不是减少 对 价格就飙起来 然后再加上他很多的并购 费动原件标准型 他说的算嘛 他并购了一堆公司 他说的算 所以他爱喊多少价格 他就可以卖多少价格 他的EPS从多少 不到一块 标到快19块 就是这样标 然后呢到了2018年 因为价格他可以控制啊 因为他是全世界第三大的被动原件公司 然后他开股价就冲到1000块以上 台湾很少公司里面来讲的话 能够用外媒去做登出来说台湾 MSCI里面最会标的一档个股 全世界不是台湾人有 最会标的一档个股 大家知道是谁吗 国具 对啊 大家说NVIDIA标几倍 你来看一下国具标几倍 908% 908% 这个NVIDIA都没得比了 对不对 他就说哦 这个这个是历史上面的记录 所以外媒特别登出来 我们再看下一个部分 就是说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 就是他终于靠并购赚到了钱 对不对 然后到2019年 这是他并购的不一样的地方 他过去都是 我并购我们台湾的某某某啊 并购什么什么这样子 他开始2019年 他去并购了基美 他说基美并购 他不是常常并购什么好讲 基美这家公司 拒绝他运气 拒绝了好几次呢 对 因为基美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 他做坦值电容 坦值电容世界第一的 大概就是基美 那坦值电容用在哪里 他用在车用 他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跨入到坦值电容 那是全世界的时候 我刚才讲第一名 所以他要用很高 很高的一个价格上面 去买了一个基美 这个就告诉你说 啊我国具不再是什么 你华欣科可以比哦 你什么标准型的标准型 我的毯子电容是世界第一 再过来大家还记得去年 他并购了什么叫 斯耐德跟赫利士 这个叫什么 感测事业部 感测大概说 AI如何去感测东西 其实镜头加感测元件就可以了啦 不用不用用的太复杂 然后再过来2023年就是今年 本来是国创半导体 请问本来是谁持股超过一半 鸿海 本来是鸿海哦 那后来呢 他说不要 我持股超过55% 所以就变成说 整个国创半导体 你看到没有 坦值电容 还是被动元件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跨入到感测事业部 这是恒的嘛 再过来他开始做直的 这个叫半导体 是不是恒的加直的就出来了 那再过来82.48元 私募附顶 那这附顶他做入到什么 这个就IC设计的 然后就这个IC 跟所谓的碳化系 也就是说 以后不要再说我国具 是景气循环股 我本身已经变成是什么 就是正常的 正常的产业了 不如再这样 所以他的被动元件是世界第三 然后刚才有讲 毯子电容世界第一嘛 车用 然后过来我刚才讲 是不是跨入到半导体 物联网5G 所以变成说 以后你的东西 像它不是NIH吗 你以后NIH找我国具就对了 从头到尾 一条龙全部都解决 所以他开始做什么 整体的解决方案 提供厂商什么 他说你跟着我 就是打世界杯了 所以他开始有 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部分 在这种过程中 我为什么说中美金 中美金董事长 是很会并购的 他说他的风险掌握度 跟承受能力比一般人高很多 而且他是有长期 战略的规划 他说你想想看 你一个公司要并购基美 你的财务杠杆要多大 你那个一个出错就挂掉了 所以他说他那个风 他的心脏有够大颗 所以他就说他的风险掌握 跟承受度很高 然后他又什么 他为什么毁育昌办的原因 他非常善于资本操作 你刚开始你还没有看到EPS的时候 你被减资了 减资减掉八成 你不你不你不骂他 我随便你一定骂嘛 所以他很会资本市场的一个操作 然后影响股价 不是他影响而已 他前期也很会影响 对不对 然后EPS是不是就拉得很高 最高哇 可以到一千块 所以简直并购 然后呢是不是之前里面一千块 跌到八九百 就我要买库长股 就大家进去哇又死到五百 然后又说我要买库长股 还有宣布实施库长股 所以我的个人觉得 他这个库长股就是要打屁股 我觉得我一直说 我们的政府要规定公司 不能够随便说 我要实施库长股 对啊你宣布你就要买啊 对在你宣布的范围内 你要叫他执行完毕 买的比例是不是很低 所以然后再过来大股东升浪转让 回到股价来看看 有并购题材的先讲国具 然后接下来谁值得期待 对我们来看看 国具其实在之前的股价 外质还给他踹到两三百块 对那现在六百块 来看一下国具现在的现行 我觉得啦 他到了六百块钱 这边是一个康展 对淑芳老师从这边就开始讲了 对到六百块钱是一个康展 那为什么是一个康展呢 就是因为他一直并购一直并购 我说为什么很多投资人对他又爱又恨 股价爱的不得了 恨他就是因为你要并购 你就不会高配息 他不大配息的 所以这两个股上面我觉得 因为他明年的EPS大概是 五十或是五十五或是六十五 所以你应该要买的话 要买到六百块钱一下 最好买在这根季线 你再来买会比较好 那如果 如果你看到了整个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整个NIH或是他的车用 占比拉起来 那个时间底我觉得他国家就会喷出去了 OK好 除了国际之外我们这四党选两党跟大家 大家最爱的应该是安国跟郁泰嘛 对不对 我就跟他讲说像安国他也讲说 我并购新核半导体 我要全力抢攻ASIC 明年出的来吗 不知道 我就跟你讲说神盾集团的法术会都不用听了 大概就这样 他就跟你画一个梦 但是你来看他这两个股 我就跟他讲说 因为他现在被分盘 分盘主力是出不了货 所以你要看他分盘交易之后 他的股价是涨与跌 那也就是说他这条轨道线 就是这条绿色的线 破了就走了 因为我说这种嘎空股票来讲话 大概到三四月 那反正他不赚钱 他不能够除全息 配息除非他拿老本来配 那像这种个股就很简单 就是月线 月线跌破你就走了 所以在之后出关之后 就可以看到方向了 对 那我们再看看 玉泰 我就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去买一个集团的私募个股 一定会赚一倍 在之前我记得我200多块 你就讲说联发客用276买 你比他还便宜 你还不敢买 傻了 你看现在订单都灌给他了 对不对 他在整个一个在今年年初 是不是有276买 还跌下来 你比他还便宜 你都不买 然后你看现在 都已经快一倍了 那我们来看看最近 你有没有发觉 最近里面 他出了一个最大量 就在这里 所以如果是波段的人 就是以这个最大量的低点 大家也可以看到 414当作你波段的出场参考价 那如果你是做短线的人 他是一直在5日均线上 你就是以5日均线 可是这一档个股有一个问题 每一个人都说好 法人也在买 为什么都有上线 是 有人在卖 对 所以这个我就跟你讲说 因为 因为这种过程 就已经低档上面来讲话 大家当时候相信联发客 买200多块钱呢 现在已经赚一倍了 当然就会想卖 所以这档个股上面而言 就你如果是做波段 就不用担心 那414 做短线的人 我会建议大家 就用这一条线 10日均线 当做你的出场参考价 精彩了 谢谢曙芳老师 请回座了 并购的故事 当然要听国序 除了国序之外 这些也有并购 以及私募的题材 股价的操作策略 以及建议 都给你做参考了 好 今天回到盘面上 来看到AIPC 最近讲了好多好多的AIPC 鸿基创了13年新高 仁宝创了13年新高 华硕是25年新高 已经涨好多了 但是专家说 现在明年的个获利 估不出来 因为在做梦的期间 做梦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哪些有梦最美 休息一下 稍后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 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 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